色香味俱全的滷肉饭让人食指大动 基隆市政府首度举办的 基隆滷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已经进入倒数阶段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呼吁市民和游客把握机会 来到基隆品尝滷肉饭美食 也上网为心目中的滷肉饭店家投下一票 如果说想要知道说我们滷肉饭的 这个合作的优惠店家的话呢 大家首先可以先在我们的 Google搜寻的页面 来搜寻我们基隆滷肉饭王者争霸 然后点击第一个就是这个 ETTraday这边的活动网站 到了活动网站之后呢 大家可以先找到最右边的合作店家 合作店家 就会看到一个云端的一个PDF档 上面总共会有40家合作的滷肉饭的店家 那当中的优惠呢 不外乎大概有三类 那第一个是他可以限责五块钱 那第二类呢 他大概是就是他会赠送你小菜 那第三类的话 他是有限量的赠送你小菜 大概是这三类 就说民众呢可以透过 如果说你今天很想跟朋友吃滷肉饭的话 可以来这边搜寻 然后呢也可以在现场来进行一个折抵优惠 那除此之外 如果说你对滷肉饭非常满意的话 你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个投票的活动 我们一样来到官网 按到我们的投票专区就可以进行投票 那你可以在 这边他会有一个搜寻的一个选项 你可以打散你喜欢的这个滷肉饭的店家 打上去之后就给他投票 那其实可以发现说我们基隆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在上个礼拜不久前就是我到我们庙口就是有一个专门卖羊肉的滷肉饭的店家去吃 吃完之后呢老板直接就跟我说 说我们现在有在办活动啦 就是只要就是会有折抵骨块钱这样子 你不用出事任何东西 店家就会直接告诉你说我没有在办活动 于志明也分享日前主持市府的广播节目基隆Podcast 邀请500万评审 也是台湾文史作家曹明宗老师 提到基隆滷肉饭可分为两大门派 有兴趣的民众可收听节目 来深入了解基隆的滷肉饭特色 这个也是曹明宗老师他个人的一个分类的方法 我其实觉得也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在基隆他把它分为两大滷肉饭两大门派 第一个是酱田派 酱田派的话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大家最知名的天意香滷肉饭 那他也特别去强调说 其实天意香31号跟29号滷肉饭专家 其实他们两家是细出同源 只是呢之后发生了分家的一个状况 这是以酱田派为主 酱田派特色就是 他会在滷肉饭的酱汁当中会加入一些糖 所以你吃完之后会有甜甜的感觉 那另外一派呢就是所谓的酱香派 酱香派顾名思义 他就是以酱油的这个基底为他的这个基础 那可以知道说他就是他就是完全是没有甜的 他是单纯是以酱油的香味来带出他滷肉饭的这个整体 那他的始祖的话呢就是光复肉根 基隆首度举办的滷肉饭王者争霸活动积极推广庶民同版美食 欢迎民众把握最后倒数机会来支持心目中的滷肉饭店家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